OK我們現在來實戰後分析一下這次的星合作洛克人的大獎 還有小獎要練哪一張什麼的 我們先講這個1%的艾克斯 先講這個逸轉前 逸轉前的話就是優點 這個解破碎符石 這個東西解碎裂符石 這個是機械組目前唯一一張可以解破碎的卡片 然後再來他的隊伍技能呢有可以轉屬 只要你隊長呢放這個機械組 隊長是機械組 他就可以轉屬 這個就是萬用隊員這樣子 只要之後出什麼機械隊長來遇到破碎符石 都可以帶這個艾克斯 這個不錯齁 然後在他隊伍裡面還有無視指定C跟 無視指定combo盾跟 弓錢盾這些東西 不過這個東西其實都是可以用其他東西去取代的 其實也不是說非常的難解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他的CD非常短 技能滿的話 只要CD2就可以開技能 然後他可以續能類型的卡片嘛 就是可以轉出攻擊珠這樣子 不過現在的卡片都有兼具 所以要看以後出的隊長會不會 需要用到他的續能這樣 不過還是不錯的一張卡片啦 光是解碎裂更會轉屬 這個就很棒 然後再來他當隊長的話呢 沒有綁合作卡片 就是只要是機械組都可以放進去 不像天員那樣子 就是一定要綁天員才能用 這個是優點 那缺點的話呢 就是有點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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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這隊的話呢 如果你怕吵的話記得關聲音齁 然後我覺得這張卡比較適合當隊員啦 當隊長的話呢 有更好的選擇 就是那個救急X 就是暗的那一隻 那一隻更好的選擇 然後再來缺點還有 不能速刷 因為他的隊伍技能就是你要轉好轉滿 你這隻至少要轉好轉滿4秒嘛 你如果說暗的話更扯 要轉滿8秒才會得到所有的隊伍技能 就是要集氣 所以不能速刷這邊是一個缺點 然後再來 這一張的話他沒有回復的手段 就是只能靠新珠來回血 那你要說一罐可以回血 但是他沒有辦法像救急X一樣 一回合把龍科集滿 就不是每回合可以開一罐 這個地方的話 他回血就是 也是一個罩門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講這個易轉後的光跟水 我們先轉光了好了齁 一樣齁 就是字面上 他是固定版面 這個是優點 在你解這個指定6C的時候 直接開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他也是可以拿來當隊員的齁 然後再來他可以炸版 不過只能炸一半 然後光追打水這個部分齁 他可以追打水跟火 那光屬性的卡片追打水跟火呢 比較少 追打火的話就是處女嘛 然後艾斯卡諾 然後 追打水的話 好像就只有那隻青霞 跟這一隻可以 所以這個是 比較稀有的一個技能 不過這種盾這時候真的也不多啦 然後再來的話 呃 無視拼圖齁 他的隊伍技能 有無視拼圖 跟無視防禦力 如果他當隊長的話 但是我覺得還是按得比較強齁 因為 無視拼圖這東西我們有龐貝 然後有廚藝農科 所以其實拼圖盾這種東西 機械組是比較不怕的 好 然後再來缺點的話 其實我就覺得有更好的 這個隊長替代 不過他在 各個型態裡面算是 倍率最高的隊長 OK 不過我覺得傷害已經高到一個地步了 所以 再高也是易傷 所以也沒用 好再來我們把它切換成 水的 一轉成水的型態來講一下 來講一下 這個要切換來切換去有點麻煩 好 切換來切換去 謝謝 Roger 威斯克的一千元 啊 感謝乾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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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乾爹完之後我們繼續分析 好 優點的話 跟光的一樣 一樣 是固定版面 然後他有一個炸凍結 不過我覺得凍結符石不是很難解決的事情 除非是那種整版冰凍 像那個戚風華夢魘一樣 整版冰凍那個可能可以用得到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凍結 我覺得不是說非常麻煩 然後再來的話他的隊伍技能 缺點 三屬五屬 他無視三屬五屬 這東西的話我覺得不難 三屬五屬我覺得比起什麼拼圖 比起什麼石化 這些東西 比起直定C C速盾 這個三屬五屬算是 比較沒用的 所以 這個缺點就是這樣子 比較不需要 靠這張當隊長來解 然後最後 講一下 我覺得最強的 這個隊長 只是我覺得這張隊長 要拿到也是很麻煩 這張的話你要 把八張十抽都練到雙滿 滿等滿技 不用滿昇華 滿等滿技八張 他就會送你 滿等滿技的 就以終點愛克斯 所以意思也是 你要把這個全部都抽到才可以 所以其實造價說真的 也不會比一%便宜到哪邊 齁 他的話為什麼強 齁 重點是這個 他一回合可以打龍科 集滿 因為他隊伍技能裡面 有這個 追打 我看一下那個在哪裡 追打五屬攻擊各一次 大於六秒的時候結束轉珠 也是要集氣 也是會有 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轉完六秒 才會得到五屬追打攻擊 那你追打次數多 你帶初音龍科 不管是初音還是一罐 就是這次洛克人系列的五中龍科 都是攻擊次數的龍科 那你靠這隻當隊長去追打 副隊長也是帶暗的 也是靠追打 等於你進場一回合 就可以把龍科集滿 那龍科集滿 你就可以一直開一罐 那一罐這東西 就是可以回血 無視 不是啊 就是回血100% 你就也不用管回副地 就是每回合都可以開 那唯一的罩門就是紅綠燈 就可以一直無限回血 無限減CD 無限加EP 這隊的強勢就在這裡 你等於是你這個隊 整個隊的技能啊 都是減半 因為你每回合都可以開一罐 這是他強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他會追打五屬極盾 他不需要像 真士一樣要消到什麼 水火目光暗才能追打水火目光暗 他是固定追打五屬攻擊各一次 就是你不管有沒有消到五屬 他都會追打五屬 那還可以解五屬極盾 最近也是很常出現這個 對於其他隊伍來說很麻煩的一個盾 然後再來他的血量呢 也是所有的形態裡面是最高的 這個隨便主鬥六萬以上 然後再來的話他還有這個 轉版八秒 整版機械珠 整版機械珠符石不只拿來增傷 還可以拿來擋一些負面珠子 比如說冰凍 還有什麼石化這些東西的 所以他的解盾能力呢也是有的 那像前面那些什麼破弓拼圖 這些都可以靠其他的隊員來解決 但是這個的話 追打五屬啊 轉整版機械這個我覺得更好 而且 雖然的話他是要有條件啦 要八秒嘛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不難達到 那如果說你遇到什麼轉珠秒數降低什麼 但是我們龍科有必然延長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沒那麼怕兩秒轉珠啦 然後再來的話他的主動技能也是很棒的齁 欸 我的畫面怎麼不動呢 等一下喔 我重點一下 然後他的這個 欸 我的畫面呢 欸 等一下 畫面怎麼不見啊 欸 欸 等一下 我用那個AirPlay好了 尷尬尷尷尬 等我一下 結局了壞掉了 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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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欸 我的 畫面壞掉了 欸 我的畫面 整個直接盪掉欸 我要往上滑都沒辦法往上滑欸 是怎樣啊 奇怪 要重開機了是不是 欸我現在重開手機 幹 官方是不是在搞我啊 哇 重入我沒有要重入啦 我還跟他重入了 還是因為我邊充電邊插結局的關係 可能是邊充電邊插結局的關係 他的手機過熱 我剛剛講到哪裡 剛剛講到哪裡 好那個看分析 看精華的話 直接把那個 時間點掉過來 掉過 好 然後 剛剛講到 他的主動技 主動技的話 他可以解一些 累積珠數盾 講到可以解一些累積珠數盾 他可以 你自己選 你就看你起手 你要他降什麼 你就可以起手 用那個珠子 比如說現在很常出現 那個 武石火盾啊 什麼蛙哥的 你就用火珠洗手就好了 這個技能也是 很好用的 那缺點的話 一樣就是太吵嘛 就能 這樣子 然後一樣 不能速刷 不能速刷太吵 都是這一個系列的問題 然後 不過我覺得 沒差 因為 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隊伍 所以不可能做太強 如果做到完美的話 大家動支隊打就好了 其他卡都不要抽了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他的缺點 還有紅綠燈嘛 因為他 他這個 隊伍就是要靠一直開一罐 那一直開一罐的話 紅綠燈這東西 就沒辦法回血 不過減CD還是有的 這樣子 好 他還和平 然後再來呢 我們講這個 小獎 先講 潔弱愛麗絲好了 潔弱愛麗絲的話 其實 我覺得都蠻強的 傷害都蠻高的 然後潔弱主要就是 一個 新的火隊隊長 因為他沒有綁機械主 他火隊也可以放 然後 然後好出來的那個 回血 回血的話 他是不靠 回復力的 也不靠新珠 就是 靠這個combo來回血 這個也非常強 然後整隊 combo也很高 combo也很高 然後本身無視燃燒 無視黏斧 不過我既然無視燃燒 無視黏斧 是要綁那個 愛麗絲的 所以基本上 這兩隻要一起放 愛麗絲要放進去 然後他又 主動技又可以無視凍結 那變身之後的主動技又可以無視 又可以引爆電擊 所以他本身的解鈍能力 算是 蠻高的 主要角色業配 沒錯 這個 直播打王神隊友 補充戰力 靠福片導 快刷 Visa 想優惠 OK 好 這張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機械主義非常重要 他可以持續減傷 而且他 而且大家玩這隊呢 要重點喔 你要開技能的話 要記得先開 愛麗絲 這一隻的話要先開 然後這樣子 你再開其他機械組的主動技 才可以去增加他的持續回合數 等於是你可以常駐減傷40% 而且他不是在這個卡片狀態上的 他是在左上角 所以這個也不錯 而且他可以屬性符石起手等珠 首五顆會轉化為 起手屬性的強化符石 這個也很棒 等於是你自己造攻擊珠 你想要什麼珠 就是什麼珠 所以這張也是 算非常的實用的隊員 反正這兩張我覺得也是 有4.5%的價值啦 那再來的話 小獎的部分 哪一張先練 最實用的呢 就是這張 艾莉亞 因為他可以炸整版嘛 然後又有點燃 機械組缺少的點燃 然後整版之後 他等於是 巴龍的意思 機械組成員屬性的 新符石 也不是巴龍啦 巴龍是那個 RICO 那這隻的話 炸下來都是 直排成員的屬性和新符石 也是很棒 炸整版 然後 再來第二好用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先練這個 帕萊特 因為他是 電擊盾 可以解電擊盾 然後再來他是兩個狀態 他是直接上敵人 兩個狀態 之後可能會有一些雙狀態盾 可能會做球給他 我也不知道 那另外三隻的話 我就覺得都一樣爛 就是 都可以不用馬上練 好像這個 就不知道他幹嘛 就不知道他幹嘛 那這個 我真的也不知道他可以幹嘛 實話也不怕 那這個 功能跟愛麗絲有點重疊 都是減傷40% 可能沒辦法一起開 然後 然後 回復生命力 可以靠一罐 所以 這張我就覺得 也不用說先練 對 而且要常駐 他說這個 1.6倍持續四回合 所以 可以帶個雪初音什麼的 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張也還好 反正小獎的話 主要就是 艾莉亞跟 帕萊特比較實用一點 另外兩張的話 另外三張的話 都還好 然後再來的話 這一次的話 隊員都不錯 算是都補一些 機械組缺少的東西 補牛棚 像破碎啊 凍結啊 燃燒啊 這些東西啊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潔弱是 可以 迴避的 變身的時候是可以迴避 他算是機械組最好用的一張 迴避卡片 機械組也有其他可以迴避的卡片 但是 他是最簡單 達成的 因為其他都有一些條件什麼的 這是比較簡單達成的 然後再來 大家會問說 必要抽嗎 那我是覺得 沒有跟到天原的話 可以抽 有天原的話 其實解機械成就就夠了 那 解機械成就的部分呢 大天原無卡是沒辦法解的 我說的是小天原 小天原 然後放全機械這樣子 是可以解機械成就 當然如果你對於成就來說 不是那麼在乎的人的話 其實也不用抽 因為他可以過的話 我相信其他的隊伍 EVA啊什麼的 都一定都可以過 不可能 他的強度並沒有說 三級跳 這種地步 但是天原綁配置 他這一隊的好處是 他沒有綁 就是 之後呢 可以放其他的機械組成員進去 然後再來 有人問說 EVA要不要抽 有EVA要抽嗎 這個就跟成就沒關係 但強度的話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沒有解機械組成就的話 有EVA就夠了 然後再來 有鋼鍊要不要抽呢 我覺得有鋼鍊的話 應該要抽 因為鋼鍊的話 牛棚主要是以人類為主 比較少人鋼鍊完全機械 然後鋼鍊加上他已經也過了一年了 一年了其實倍率的部分 我覺得已經漸漸的不太夠了 所以有鋼鍊要不要抽 我就覺得可以抽 我就覺得可以抽 但是有沒有必要呢 一樣就是成就面為主 有沒有要解成就 如果你沒有解成就 像現在的一些成就龍科都是廢物 有九風龍科你也用不到 所以也不一定要抽 然後再來呢 新手回鍋 這些東西 新手跟回鍋玩家呢 都是建議直接抽一套合作 抽當期合作版本 基本上 當期版本的關卡 或者甚至後面兩三個月的關卡 應該都是有辦法過的 你看像七大墜 像EVA 像天園 其實 當期版本抽一套 後面都過得很舒服 然後再來的話 有人問說 合作跟新年黑金鐵扇這些 要怎麼選 這邊的話就是要講到 看看個人的情況 如果說你真的只能選一個 你紅包壓稅前 會被媽媽存起來 不見的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拿去 做其他的花費 你沒有要抽的話 你只有 你只有辦法抽一個卡池的話 這東西的話 我自己我會選新年的黑金 那鐵扇 因為鐵扇我有了 但如果說 新年黑金跟鐵扇怎麼比 這個就沒辦法比 因為還沒公佈 新年黑金是什麼 但是以上講的這些大前提呢 都是官方會復刻鐵扇 官方會出新年黑金的情況下 因為官方都沒有公佈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會不會出 但是呢 有80%以上的機會都會出 畢竟他們也要練才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只能選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沒有預算限制的話 當然就是 我全都要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的話 複製人的部分 一%最好就是兩張 因為兩張的話 才可以玩得到全部型態 有些人會問說 要轉水的還是轉光的 其實呢 你只要一轉 一個型態 它就可以水光換來換去 所以就不管是哪個型態 你兩張 你只要一轉一張 兩張都玩得到 這樣子 那差別就在於說 你要不要去一轉它 這樣而已 好 那一%最好當然是兩張 但是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好 剛剛前面也講過他們的缺點了 首先是這個水的 無視三屬無屬 這要幹嘛 沒批用啊 頂多就是拿來當隊員 解這個固定版面 水星固定版面這樣子 那光德的話就是 無視拼圖盾 然後也是拿來解固定版面 主動技 但是無視拼圖盾 這東西你也不會拿來當大獎 因為你一定會拿暗的那一隻當大獎 那 不知道是不是當大獎 當隊長 所以呢 光德那一隻呢 那個拼圖盾也是可以靠龍科 靠龐貝來解決 所以也不是必要 當然是 可以 好 那最好的話就是兩張 一趴 因為這樣子你隨不行 它就可以玩得到 但是呢 不是必要 逸轉後的不是必要 所以呢 你如果要選1的話 就是選這個 逸轉前的 因為這一隻逸轉前的 它可以轉屬 加上它可以解破碎符石 這些東西都是比較難以取代的 好 好我講完了喔 然後再來的話 4.5%的部分 潔弱跟愛麗絲呢 都一張就可以了 都一張就好了 好 潔弱建議要抽到 因為它的迴避 這個 算是蠻稀有的東西的 也是機械組 目前唯一一隻可以 變身的卡片吧 好 那再來有人會想問說 能撐多久這一次 我是預計啦 至少都可以撐半年 沒問題啦 好 至少都 除非關卡限制機械組入場 不然我覺得 撐個半年應該沒問題 易補盾什麼的 這些 這個 甘米有示範過嘛 可以補到千萬 然後再來 這一隻剛好是純火隊 所以種族盾這個東西 其實它也是可以靠解弱 反正它可以放全火屬性嘛 所以也是可以解 但如果說這種 東西 只能放全機械 你要解 種族盾就沒辦法了 不過 這個東西本來就是 呃 要取捨吧 呃 好 以上就是這個 實戰後分析 希望我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 幫我按個喜歡 下部影片見 掰掰 再次 呢 什麼 呢 感谢观看